量仔 打抬球必学的七个小技巧 技巧一 弧线球 这种球想要弧线打进 瞄准技巧是障碍球多加一颗球的距离 瞄准最薄边 抬高手架和后手 想象左拐弯就打白球左下角的点位 想象右拐弯就打白球右下角的点位 技巧二 跳半球 白球被障碍球挡住了一点点 直接击打容易犯规 碰不到目标球 可以抬高后手打在中高杆的位置 就可以把球跳过去 技巧三 带脚解球 遇到目标球在带口 所有的正常解球线路被阻挡时 就可以利用带脚反弹来进行解球 先用中杆瞄准石板与带脚的交界点 小力一推就可以了 技巧四 带脚防守 如果最后一颗球被对手的障碍球阻挡 也没有比较好的防守线路时 可以用中杆瞄偏一点 小力一推 控制好力量 让白球刚刚好吃酷 利用带脚挡住对手的击打线路 做一杆极限防守 容易得到自由球 拿下这局 技巧五 角度赛 角度球加赛瞄准 要加顺赛时 就稍微瞄薄一点 要加反赛时 就稍微瞄厚一点 可以提高进球率 技巧六 开球 初学者开球的时候 只瞄第一颗球 打出去时比较容易偏 而且力量打不透 球开不散 那么在瞄准的时候 就要贯穿着三颗球 形成一条直线 这样打出去就会比较精准 并且能把力量打透 技巧七 遇到这样的球形 球特别直 想要走位黑球 可后方又有一颗球阻挡 打低杆会直接撞到 此时就要用到扎杆赛球 力高杆尾 击打中低杆左赛的点位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下课